哈喽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们 接下来咱们学习关税的第五节 关于因那所有的计算 在前面的第四节里面 我们大概用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讲关于这个关税的完税价格的问题 咱们只要把这个完税价格的问题搞清楚 因那所有的计算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吗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从价税因那说的计算 它的公式是用因税进出口货物的数量 乘以单位完税价格 然后再乘以相应的税率就可以了 我们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大家要简单的了解一些 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英文的公式 或者叫英文的表达 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 接算的时候 一般最常用的会是三个价格 第一个叫FOB对吧 FOB就是free on board 就是我把这个货 然后装到权权上 装上船 这个时候我的责任就免除 这个价格是FOB 然后我们在进口当中 最常用的一个价格 用的是这一个CIF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 这一个关税完税价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到这个成交价格 那我们要考虑这个CIF对吧 这是所谓的货价 然后加上保险费 然后加上运费 当然我们还会有一种 这个接算价格叫CFR 也就是cost and freigh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货价 是加这一个运费 那这些术语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计算当中 有可能用到 比如第一种情况 以CIF成交的进口货物 如果申报价格符合规定的 成交价格条件 这可以直接计算 这一个税款 啥意思呢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关税的完税价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倒案价啊 就进口货物 就是你的货价 加上你的保险费 加上你的运费 如果它的接算价格 本身就是按照CIF进阶段的 同时呢 又不存在 是不是其他的调整项目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倒案价 然后来乘以相应的税率 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Y公司从美国进口货物10万吨 成交价格呢 本身就是倒案价 就运到这个大连杆 一共呢 是这个12万5千美元 啥意思 这个12万5千美元里面 就已经包含了我的货价 包含了我的保险费 包含了我的运费 同时告诉你 关税税率是15% 汇率呢 是100美元 等于670.86元人民币 要求计算应当缴纳的 这个关税 那这种情况就很简单 首先 你要审核 这个申报的价格 那申报价格呢 它符合成交价格的 四个条件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就是无限制 无影响 这个无收益 无关系 满足这四个条件 那直接就用它 作为你的 关税价格 所以这个关税价格呢 直接把它换算成人民币 用这个12万5千美元 所以100 乘以670.86 等于83万 这个8,575元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那我们直接算出 关税的 应当数额就可以了 用完税价 然后乘以相应的 这个税率 但是如果说涉及到 以FOB 或者是CFR 成交的进口货物 在计算税款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先把 进口货物的申报价 要折算成CF价 然后再来计算 因为如果是FOB 就是对方离岸的 是这一个价格 那这里面 是不是既没有运费 又没有保险费 所以如果是进口货物 对方是以FOB 来进行结赚的 那你在这一个成交价格的基础上 你要加上是保险费 加上运费 那如果说它是CFR条件的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什么 就包含了这个货架 包含了运费 但是没有包含保险费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需要把保险费 是不是加上去 听明白这个意思啊 这一般来讲 如果CF 它本身就是三个东西 那你就不用去调整啊 除非有有特殊的项目 要调整的 那如果是FOB 那你叫加上你的运费 加上保险费 那如果是CFR 那有货架了 有这一个运费了 那你就需要加上一个保险费 就可以了 比如这个例子当中 我国从英国进口了一批货物 一共呢是这个20万千克 成交价格呢是FOB 注意啊是FOB 伦敦2.5英镑每千克 以致单位运费是0.5英镑 保险费率是0.25% 这里已经是告诉你了啊 然后以致该货物 进口关税税率为10% 然后汇率呢 是100英镑 等于879.08元人民币 要求计算应当缴纳的关税 那这种情况呢 你就需要把这个保险费 把这个运费 是加上去 所以第一步 你要算关税的完税价格 那这个关税的完税价格呢 就是你的FOB价 然后加上运费 然后乘以一加保险费的费率 那这样算出来呢 是528万7666.2元 这个人民币 这就得到你的关税完税价格 然后第二步 我们再来算你的这个印纳税 同样的用这个完税价格 乘以税率 等于52万8千7百66.62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从价计税的 所以从价税 你反正记住 如果已经知道这一个道案的道案价 就是CIF 而且不存在其他调整 你就直接算 那如果告诉你的是FOB 那你要加上保险费 加上运费 那如果他告诉你的是这一个CFR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货价加运费 没有保险费的话 那你单独加一个保险费上去 就OK了 好 接下来 那如果是重量税呢 那重量税你说 这个有什么好算的呢 重量税不就是你的数量 乘以单位货物的税额吗 所以咱们教材当中 也讲了一个例子 那进口这个啤酒 600箱 每箱24瓶 每瓶容积500毫升 价格呢 是CF3000美元 请计算因纳关税税额 那同时 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汇率 已经告诉了汇率 同时适用优惠税率 是3元人民币每升 他既然告诉你每升的话 那你就需要去看他的数量 是不是换算成升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用600箱乘以24瓶 然后乘以这一个500毫升 不就得到你的毫升数吗 然后除以1000 不就得到你的这一个升数吗 对不对 然后再乘以什么单位税额 不就得到你的因纳税额吗 所以关税的这个计算当中啊 其实你最重要的就要搞清楚 这个完税价格是什么 对吧 同时也要搞清楚 有三种报价方法 第一种不存在另外加的问题 CIF不存在另外加的问题 如果FOB或者是CFR 是不是存在另外加保险费 加运费的 是不是这样些问题吗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是符合税 因纳税的计算 那符合税的话 就要求你要先计真重量税 再计真重价税 其实在关税的这个计算里面 它跟消费税不一样 消费税我们前面讲到 如果它是符合其真的 你一定要先算重量税 然后再算是这个重价税 因为呢 我们消费税 它是加内税 所以你要先把重量税算出来 然后再把那一个重量税 作为重价税的这个计算依据之一 对吧 所以比如我们前面讲这个消费税 在算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 如果是符合其真的 你要关税 完税价 加关税 加上是不是重量的这一个消费税 然后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 但是关税 它本身就是一个单一环节的加外税 所以实际上 你究竟是先算重量 还是先算重价 这个没关系 你能够理解吧 就是跟消费税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关税税额呢 就等于你的数量 乘以单位税额 然后再加上数量 乘以价格 然后再乘以相应的这一个税率 比如 这一个例子 还是Y公司 有点Y 这Y公司进口20台日本电视摄像机 价格呢 是CF 已经知道了 是道案价 13万美元 请计算关税运达税额 然后告诉你 这个汇率是670 适用优惠税率是 每台完税价格 高于这个5000美元的 重量税 每台是这个13280元人民币 再增重价税 税率呢 是3%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呢 就很简单 你应当缴纳的关税 就是你的数量 是乘以单位数额 然后再加上你的 完税价 记住 用这里的13万 所以100 乘以670.86 这就是一个汇率的 一个换送问题嘛 然后再乘以3% 就等于你的 关税的应当数额 所以在符合计算这里呢 我觉得 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 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关税的计算 跟消费税计算 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进口环节 涉及到消费税的计算的话 请记住 一定要先算重量税 然后再去算重价税 因为重量税 它会作为 这个计算依据 但其实在关税里面 你到底是先算哪一个 后算哪一个 都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第四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 是不是滑准税 对吧 那滑准税呢 它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就是你的价格高 税率低 价格低 税率就高 那这个其实也比较好算嘛 它始终是一种 比如刚才讲到的 这个比例税率 那你的关税的税额 就等于应税 进出口货物的数量 然后乘以单位完税价 乘以滑准税的税率 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咱们第五节 就仅仅只是一个 简单的体力劳动 接下来咱们需要学习的是 教材的第四节 在欧老师的这个讲义当中 是把它作为第六节的 有关税减免税及管理 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税种 一讲到这个减免税 大家都特别头疼 因为之所以考税法 大家感觉很烦 很复杂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这一个税税优惠的问题 因为一会儿给你搞一个优惠 一会儿给你搞一个优惠 你根本是不是就记不住 所以咱们关税的 这个税税优惠呢 在教材当中 也是把它分成四大块的 第一大块 是法定减免税 然后第二个呢 叫暂时免税 然后第三个呢 是特定减免税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临时的 那临时的 咱们这个就不管它 我们重点是学习前面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法定减免税 那法定减免税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海关法 是我们关税条例当中 就直接给你规定了 说这些情况是属于要减免税的 然后我们第一种情况 涉及到进出口货物 减征或者是免征关税的 实际上这里呢 我们一共会给大家讲到这样七项 这七项呢 我们要求的是不是都是这一个免税 都是免税 只不过呢 这个题杆当中写的是一个什么减免税 我待会给大家说一下吧 其实只有第四项 以及这一个第七项 它可能涉及到这一个减税的问题 减税的问题 其实我们剩下的这五项 直接就叫免税 第一个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或者消费税税额 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一票货物 记住 咱们海关是很大气的 收你的钱 起步价是多少 起步价50大样 50块 记住 这一个50元 不是说你货值是50元 而是指你的税额是50元以下 我不会收你的 直接免掉 然后第二个 我们这里的税额不是涉及到三个吗 第一个关税 第二增值税 第三是不是消费税 是分别 如果你关税低于50块的 那就免了 进口环节增值税低于50块的 也是免了 消费税如果低于50块的 也是免了 所以你要记住三点 第一点 起步价50 然后第二点 就是指的是税额 而不是这个货值 然后第三是各个税 是分开的 而不是汇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广告品 以及这个货押 然后第三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物资 同样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呢 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没有什么外国企业 国际友人啊 一定是官方的啊 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然后第四项 在海关放行前 遭受损失的货物 我们教策当中 写的是损失 以及损坏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里的第四项 实际上是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损失 损失是啥意思 损失就是指 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不见了 如果不见了的话 或者说也不叫不见吧 就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那这个是不是叫损失 对不对 那损失既然没有价值了 那你就免税吧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叫啥 是叫损坏 损坏啥意思呢 就这个东西还在 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但这个价值呢 是减损的 然后第五一个 是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 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 我们前面不是给大家讲过吗 如果在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 那你是进来的时候 进进的时候 不需要交这个任何的税收 那如果是超过了规定数额 但是呢 还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我们征收的是叫行邮税 也就是这个进口税 按照物品来走的 然后如果说你还超过了 那这种情况 你就会按照货物来征税了 这是第五一点 那第六一点呢 是进出进运输工具装载的 途中必须的染料 物料 以及饮食用品 然后第七项 那你就不用记啊 第七项 就是互相之间 互相优惠的 这样一种情况 那这样的话 这个法定减免税 其实大家只需要记六项 是不是就OK了 记住啊 记六项就OK了 这六项 我们把它称之于叫做 五加一 那第二种情况呢 叫暂时免税 这个暂时免税 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暂时免税 是来自于咱们 这个关税条理当中啊 它有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叫 暂时进出口通关制度 暂时进出口 就是我进来以后 我以后是不是要出去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如果是属于满足条件的 你先不用交税 那以后交不交税呢 再分不同的情况 所以这个所谓的 暂时进出口通关制度 是什么呢 它的基本政策是这样的 基本政策是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进 或者暂时出进的货物 以及特准进口保税的货物 在货物收发货人 向海关缴纳 相当于应纳税困的保证金 或者是提供其他担保的 暂时不缴纳关税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暂时免税 那接下来 如果你是进口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 复运出进 如果你是出口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 复运进进 那这种情况呢 那这种情况 你是可以就不用缴纳 这个关税了 而这个时间的要求 记住啊 这个时间的要求 它是六个月 所以叫暂时进出口通关制度 它叫六个月啊 然后这一个暂时通关制度 它只适用于九种货物啊 听清楚 是九种货物 第一种 在展览会 教育会 会议 以及类似活动中展示 或者使用的货物 这个是我们文化活动啊 第二个也是文化活动 就是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当中 用的表演比赛用品啊 然后第三个是新闻报道的 进行新闻报道 或者设置电影 电视节目 使用的仪器设备 以及用品 然后第四 开展科研教学医疗活动中 使用的仪器设备 以及用品 然后第五是 前面四项活动当中 所用到的交通工具 及特种车辆 然后第六 是货样 然后第七 共安装 调试 检测 设备时使用的仪器工具 然后第八 是盛装货物的容器 然后第九呢 是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 这个货物 非商业目的货物 所以这九种货物 实际上重点就是 所谓的非商业目的 非商业目的 那这种情况 意思是说 我经过批准以后 这九项货物进来的时候 是暂时不用交税的 它如果是在六个月之内 又复运出境了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事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呢 如果它没有按规定复运出境 比如在规定的期限内 没有复运出境 或者是暂准出境的货物 在规定的期限内 没有复运进境的海关 应当依法征收这个关税 就正常的征收关税 但是其他货物 就是除了我们这样九项之外 除了这九项之外 上述列举可以暂免关税范围以外的 其他暂准进境货物 应当按照货物的完税价格 以及其在境内滞留时间和折旧时间的比例 来计算征收进口关税 啥意思意思是说 共同点都是属于什么 走的是暂时 这个所谓的进出口通关制度 它分成两种 这九种货物进来以后再出去 进来以后再出去 是没有任何的关税的 那如果是其他货物进来以后又出去 但是你始终在中国境内 是不是待了一段时间 那好就要按照待这段时间的 这一个折旧的比例 来计算征收进口关税 所以大家把它搞清楚了 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22年 考了一个多选题 这多选题我觉得就有点很无聊 当然出题的同志听到以后 不要有意见 说下列出口货物法定 与减证或者免证的 这很讨厌 就是你知道它是减免税就行了 还要去区分是不是法定 比如说A 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失的货物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种是属于法定免税 然后B 中华人民共和国 递接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规定减证的货物 那这个也是法定的 然后C没有商业价值的广告品 以及货样 这也是法定 然后很讨厌的是 大家一看拍摄电影用的仪器设备 以及用品 以及供安装调试检测设备时使用的 仪器工具 你感觉你在哪个地方 是听到它有这一个优惠 对吧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D和E这两个选项 它是属于赞免的这种情况 属于赞免的这种情况 而不是属于法定的这种情况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讨厌 答案选A B C D和E是不能选的 好 然后更讨厌的是什么呢 是第三大块 叫特定减免税 特定减免税呢 一共有七项 然后教材是从320页到324页 那我建议大家 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如果仅仅只是对付考试的话 你知道有这七种情况就OK了 当然如果说你是搞15工作的 你要用这个政策 那请你就要每一条每一条 仔细的去看 因为它每一条都有它的一些适用范围 都有它的这个管理的程序的 而考试你就把它记住 一共有这样七种情况 第一个是科教用品 第二个是针对残疾人专用品的 第三个呢 是慈善捐赠物质 第四是重大技术装备 然后第五呢 是涉及到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第六是科普用品 然后第七是关于海南 自卯港的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第一种情况 针对科教用品的这一个免税 对科研机构 就是科学研究机构 技术开发机构 学校党校图书馆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 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 科研 科技开发 以及教学用品 免征进口关税 以及进口环节的 这个增值税 以及消费税 这是搞科学研究方面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对出版物进口单位 为科研院 学校 党校 图书馆 进口用于科研 教学的图书资料 免征进口环节的 这个增值税 大家只需要知道 有这个科教用品就行了 那具体的政策呢 它是来自于财关税 2021年的 这一个23号 23号 具体的是怎样的 你要自己去看 因为 其实考试当中 不可能让你判断 哪些能够免税的 因为像这些 它都是有商品清单的 难道考试的时候 还给你搞个清单 你去翻一翻 哪些是可以免税的 反正你记住 关于这个科教方面的 有这个优惠就OK了 第二块呢 是残疾人专用品 对残疾人专用品 以及有关单位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 特定残疾人专用品 要免征进口关税 以及进口环节的 增值税 这是第二项 然后第三项呢 是慈善捐赠物资 这里的慈善捐赠物资呢 是对我国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等境外捐赠人 无偿向特定全国性慈善 或者是福利组织 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捐赠的 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捐赠 免征进口环节的这个关税 以及进口的环节的 这个增值税 这是关于慈善捐赠物资 而你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慈善捐赠物资的时候 你有感觉 跟我们前面有个地方 你是不是又有点混淆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再讲第一项 这个法定减免税的时候 有一个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物资 啥意思呢 就这种官方的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物资 一定是免税的 而且是属于法定免税的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这个捐赠呢 是指慈善捐赠 那慈善捐赠呢 就不需要去区分对方 是一个什么情况 重点是你捐的对象 要向特定的这个组织 以及就省不及以上的这种捐赠 他才能够免责进口关税 以及进口环节证捐税 大家不要给搞混淆了 就是再说一遍 这个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他赠送的都是免这一个关税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捐赠呢 他一定是要求满足条件 是属于慈善捐赠 你才能够免税的 那第四个呢 是重大技术装备 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呀 有些项目 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零部件 原材料 那这个呢 是免账关税 进口关键证捐税 那第五一个 集成电路方面的 以及软件产业方面的 这也有优惠 但是有相应的技术指标 有清单 所以我们只需要记住啊 有这样五块 第一个是科教 第二个是残疾 然后第三是慈善 第四是重大 然后第五是集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今年 如果你这一部分 非要去记的话 那我就建议大家 记第六项 第六项是今年教材当中 新增加的 涉及到科普用品的进口 免税的问题 要求是第一 对公众开放的啊 对公众开放的科技馆 自然博物馆 天文馆 气象台 地震台 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所属 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啊 一定要求是对外开放的 这种科普基地 进口以下商品 免征进口环节的关税 以及进口环节的 政治税 那这个同样 也会有相应的 这个清单的 我们知道 有这样一种情况就行了 然后第二个 还要进口下列科普用品 免征进口环节 关税 以及进口环节的政治税 就包括第一 科普的仪器设备 第二 科普的展品 第三是科普的专用软件 这是我们的第六项 然后第七项 其实第七项这个政策 大家非常的关心 我觉得咱们如果是搞税收的 这些同志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目前确实应该多看一看 这个海南方面的优惠政策 你看我们在前面 讲增值税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很多 这个海南直茅港的 这个政策 我们现在讲关税 是不是有很多 这个海南直茅港的 这个税收政策 当然同志们 你们学这一个税法 讲企业所的税 讲根所的税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学 这个海南直茅港的 因为我们目前确实给它 很多的这个优惠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原辅料交通工具 以及游艇生产设备 他的要求是 海南岛封关运作之前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呢 正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如果按照既定的计划的话 这个海南岛呢 在2025年的时候 就要所谓的 这一个封关运作 封关运作是个啥意思呢 就相当于 它是一个自保港 然后呢 我们的关境 相当于就往后移 啥意思 比如国外一批货物 到海南岛的时候 是不会征收关税的 海南岛再到国内 其他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才会征收 这一个关税 那这是我们 这样说吧 我们如果正式国境 不考虑其他啊 别上纲上线啊 我这里只是讲税法啊 我们假定这个地方 就叫海南岛 好像不应该画这里 假定啊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后封关运作之前 本来之前到外围这条线 你是不是就应该征收关税 现在的意思是 进海南 这里不用关税 然后从海南进来 是不是才会有这个关税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这样运作 所以呢 他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 要求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注册登记 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而进口以下的货物 是免征关税 进口环节 增值税 消费税 第一个是 进口用于生产自用 以及两头在外模式 进行生产加工活动 以及两头在外模式 进行服务贸易过程当中 所消耗的原辅料 简单来讲 就是你进口的这些原材料 这些辅助材料 要么是在海南岛里面 是不是使用的 要么是你运进来 进行生产加工以后 要运出去的 总之它是没有越过 是不是这一条线的 好了 那这种情况是免关税 进口环节 增值税 消费税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相当于从咱们 这个国家里面 画一块出来 画一块出来 当然还是咱们国家的 这个要讲政治 我们只是说 以后你从外面进到这个地方 是免关税 免增值税 免这个消费税的 就包括在海南岛里面 自用的 也包括进来以后 以后要拿出去的 当然有人说 那封关运作以后呢 封关运作以后 就天然的这个环节 是不是就不用交税了 对不对 现在呢 它只是叫免税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 如果是航空企业的话 它要以海南自宝港为主营运基地 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 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 以及这个游艇 那意思是说 你这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你仍然还是在 是不是海南的 然后你不会跑到其他地方的 航空企业 要以海南自宝港为主营运基地 然后第三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 它都是这一个免征 它会有规定的范围 所以要求 对海南自宝港注册登记 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进口上述生产设备 按规定免征 关税进口环节 政治税 消费税 注意这个提示实际上是一个补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的政策 都是针对的是企业 后来事业单位一看 你这个企业你都免税 那咱们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应该免税 所以后来就搞一个补充规定 这个事业单位免税 所以你记住 这个政策也是非常特殊的 第一个是原辅料 记住 原辅料你不用去记 你就记住 它始终是没有跨过海南的 要么是生产自用的 要么是两头在外的 第二个 那同样你想 什么交通运输工具 什么船舶航空器 车辆等等 包括什么游艇 意思就是说 只是在海南那一块活动的 然后第三个 信口自用的机器设备 也没有到咱们所谓的内地了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这个特定的减免税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2020年的这个多选题 关于关税减免税 下来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那像做这种题目呢 我建议大家就采用保守的 这个方法啊 因为确实太多了 你记不住 保守的方法是什么 你就选两项 好歹能够得一分 因为你如果是选错了 或者是多选了 那你就得不了分 A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 这个物资免赠关税 那这个呢 是正确的 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 我们有两种证 第一个是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 这个是属于法定免税 但是慈善捐赠 一定要求是慈善捐赠 是指什么 是指我们的特定的减免税 这是A B 科学研究机构 进口的科研 科学研究用品 实行特定减免关税 这个正确 然后C 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质 全部免赠关税 你看到像这种说的很绝对的 通常都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当年啊 记住是20年 当年是 如果是赠送的 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质 是免关税的 那你买的 那你该怎么交 是不是还得怎么交 当然这个C这个选项 我觉得你今天不用管它了 因为这也是当时一个 临时性的一个规定 然后第一 进出进运输工具装载的 娱乐设施 暂免征收关税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你能够判断出来的 因为娱乐设施 肯定是不会让你免赠关税的 然后一 在海关放心前 遭受损失的货物 免赠这一个关税 那我们这里看清楚 它写的是损失 那如果是损失的话 它是属于免赠关税 这也是属于咱们的 法定减免税里面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 咱们答案就应该选择 A B 这三个选项 而第四项 就是咱们的临时减免税了 临时减免税 你不用管它 既然是临时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专项的 叫一按一批 专闻下达的 而第五个问题 关于减免税管理的一些规定 那减免税管理的一些规定呢 我们主要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什么呢 就是我们关于进口减免税货物 我们通常是不是有海关 是有监管的 意思是说 你用于规定的方面就免税 没有用于规定的方面 我们前面讲的还要干嘛呢 是不是还要补税 还要按照你的监管连线的 这个比例 按时间来进行计算补税 那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 监管连线怎么规定的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进口减免税货物的监管连线 只货物进口放行之起计算 一共是三档 船舶飞机是八年 机动车辆是六年 然后呢 这个其他货物是三年 我把它称之为叫863计划 你一下子就记住了 飞船 八年 车是六年 其他的都是这一个三年 第三一个是监管解除管理 如果说你在海关监管连线内的 减免税货物 要求提前解除监管的 那你要申请 但是你既然提前解除监管 那你要补税 对吧 然后第四 如果是减免税货物办理抵押 转让一座他用 或者是其他处置 在海关监管连线以内 减免税申请人 需要将减免税货物 转让给其他不享受 进口税税优惠政策的 或者进口同一货物 不享受同等减免税优惠 待遇的其他单位 应当要申请 而且要办理补交税款的 这一个手续 而在20年 在这里呢 就考了一个单选题 你要记住 那个863 所以关税特定减免方式 进口的科教用品 海关监管的连线 你就看 这科教用品 它不是飞机 不是船舶 是吧 它也不是车辆 它就应该是什么 其他 如果是其他的话 863计划 你就记住了 最后一下 那就是这一个三连 所以你看 这种呢 就完全考记忆了 接下来咱们学习 第十章的最后一节 关于这个征收管理的问题 那关税的征收管理呢 我们会讲的比较多一点 比其他的章节 要讲的多一点 原因在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内税收的管理 它是征询这个税收征管法的 所以像比如 像一些规定啊 像什么税收保全 强制措施啊之类的 税款征收啊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税收 是不是征管法 但是我们关税 是单独的 我们关税的这个征收管理呢 它要适用于海关法 要适用于咱们的 这个关税条例 所以它这里面就会 有单独的这些规定 你可能会注意到 很多单独的规定 其实跟咱们征管法 是差不多 肯定是有差别啊 但是差不多 那这里的征收管理呢 一共就涉及到六个问题 第一是关税的缴纳 第二个是自纳新 这一个关税的保全 以及强制措施 第三是退还的问题 然后第四是补税 追征要退补追 然后呢 第五项是关于关税 纳税增益 最后呢 是关于物品的进口税征收管理 首先咱们来看 第一个关税的缴纳 关税缴纳 大家一定要去记啊 这个没办法 你只能去记 而且你要注意它的 这个特殊规定 第一个 关税申报的时间 申报的时间 要求是 如果是进口货物 要到运输工具 申报进进支期 14日内 大家看清楚啊 这是14日 我们其他地方 都没有出现过14日 这里出现了一个14日 第二个 如果是出口货物 要求在运滴海关监管区后 装货的24小时 以前 注意啊 是24小时以前 这是第一个 纳税期限 那第二 申报时间的问题 第二个 纳税期限 我觉得 这几年 我们的税制改革 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就是把我们很多税的 这个纳税期限 是不是给统一起来了 都统一成到多少 统一成到 这个15天 所以关税的纳税人 应当在海关填发税款 缴款书之前 15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 大家记住 这个时间叫15日以来 当然最后是法定节假日 包括周末 要延长一天 这是纳税期限 然后第三个呢 有一个延期纳税 因种种原因 比如不可抗力 或者是国家税收政策调整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 依法提供纳税担保以后 直接向海关 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手续 延期纳税 最长得超过六个月 所以这里呢 大家又要记六个月 而且你的前提条件 还要提供税款担保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自纳金 保全以及强制措施 关税的自纳金 关税的保全 以及强制措施 它跟咱们国内税收的 这个自纳金 保全强制措施 差不多 只是注意一下它的区别 第一个 关税自纳金 记住 自纳金 它仅仅只是针对于 这个纳税义务人 对上是纳税义务人 它的公式 按照自纳关税的税额 乘以自纳金比率 乘以自纳天数 这个你发现 对跟咱们国内是一样的 对吧 国内的税收是一样的 公司是一样的 每一天都是万分之五 但是起真点 大家又看到有一个50 所以你记住 咱们海关格局一定很大 50以下不收 太少了 所以不管是税 是50块钱以下 还是自纳金 4050块钱以下 都不用征收 然后第三个 大家注意 这一个时间 时间的要求就是 纳税义务人 应当至海关 税款缴纳通知 自发自知起 15日内 依法缴纳 这个税款 注意啊 就是我通知你 什么时候交 你没有交 15日内交 采用汇总 征税模式的 纳税义务人 应当至海关 缴纳税款通知 自发自知起 15日内 或者次约 第五个工作日 结束前 依法缴纳 这个税款 那这是我们 要求你纳税的时间 而自纳的时间 记住 是 自关税缴纳期限 届满 支日起 到 纳税义务人 缴清关税 支日子 记住 都是支日啊 同时 我们周末 以及法定 节假日 是不予扣除的 这是第一个 自纳金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关于这个保权措施 保权措施呢 它是针对 进出口货物的 纳税义务人 记住 这个税收保权 同样 仅仅只是针对 纳税义务人 它的条件是 在规定的期限内 有明显的转移 常立 其应税货物 以及其他财产迹象的 海关可以责令 纳税人提供担保 然后纳税人 还不能够提供担保的 所以你要注意 它的条件 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 要求是什么 在规定的纳税期限里面 记住 一定是在正常的 纳税期限里面 第二 要有几项 这个几项是转移 常立 应税货物 以及其他财产 是下的 然后第三 还要要求你提供担保 也不能提供的 所以条件 大家记住 是三个 第一个 在正常的 规定的纳税期限里面 第二 出现了不好的迹象 然后第三 你还不能提供担保的 那它的措施 就是两个 第一个 书面通知 纳税人 开付银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 暂停支付 看清楚 这个保全 保全 就是放在那里 不动 对不对 才叫保全 所以这个地方 是叫暂停支付 纳税人 纳税人 相当于 应纳税款 的这个存款 这里呢 我觉得考试 出题 它会有两种干扰 第一个 说直接是给你扣了 记住 如果书面通知银行 扣款的话 这个就不叫保全了 是不是叫强制执行的 所以这里叫暂停支付 第二个 你注意的是 你不能够把人家 开付银行里面 比如 人家银行里面 你十个亿 欠你税 欠了五千块 你说 你这一个亿 都不能支付 那这是不行的 这十个亿 不能支付 也是不行的 只是相当于 暂停支付 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 这个存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扣留 纳税人 价值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货物 以及其他财产 所以第一个 你就记 叫书面通知 暂停支付 第二 还仅仅只是 透流 而第三 这个抢制措施 抢制措施 你就要注意了 跟我们前面讲的 自拉钦也好 跟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保全措施 它的对象 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自拉钦 我们的这个 保全措施 针对的是 纳税物人 而抢制执行 还包含什么 包含这个 担保人 担保人 它的条件是 自缴纳税款期限 届满支付 超过三个月 仍然没有缴纳税款的 记住 跟我们保全措施 仍然有区别 这个区别就在于 如果是保全措施 是在规定的 纳税期限里面 是保全 然后 抢制措施 是要在 期限届满支付 而且要超过了 三个月 还没有缴纳税款的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还要求是 直输海关的官长 或者授权的 立输海关官长 批准的措施 那就是三个 第一个 书面通知 书面通知 其开付银行 或者是其他进入机构 从其存款中 扣缴税款 记住了 暂停支付 是保全 扣缴 才是强制措施 第二 将因税货物依法 变卖 以变卖所得 抵较税款 或者是扣留 并依法变卖 其价值相当于 因纳税款的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 以这一个 变卖所得 抵较税款 重点 就不在于扣留了 是在于什么 变卖 这是我们的 抢制措施 而注意事项 海关 采取 抢制措施的 对上述 纳税义务人 担保人 没有缴纳的 自纳金 同时抢制执行 所以要包括 这个自纳金 然后 净出金物品的 纳税义务人 应当在物品 放行前 缴纳税款 啥意思呢 对净出金物品的 我们就不搞 这个什么 抢制措施 反正就一点 你交了税 我就放行 你不交税 我就不放行 不就完了吗 这是我们的 抢制措施 然后第三个呢 就涉及到 关税的退还 当然你要把它跟第四 联合 结合起来学习 就是我们的退 捕追的问题 叫退 捕追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 这个退还 退还 这里的退还呢 是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是申请退还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是多增税款的 退还的问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纳税义务人 应当自缴纳税款 这日期一年内 可以申请退还 这个关税 并以书面形式 向海关说明理由 提供原交凭证 以及相关资料 啥意思呢 就是说 这种情况呢 我业务出现了变化 业务出现了变化呢 就不应该交 但是我以前已经交了 那我要退税 第一个是 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 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 原状退货 复运出境的 记住了 你既然是原状退货 复运出境 不要跟我们最开始 得搞混淆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出境 是不是有一个 曝光出去的过程 不会征收你 这个出口税 然后同时 你以前 以前进口的时候 你交的关税 是不是要退给你 这是一年内 第二个 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品质或者规格等原因 原状退货 并复运进进的 并且已经重新缴纳 因出口而退还的 国内环节 有关税收的 这个呢 就要写得啰嗦一些 因为 它是这种情况 我以前出口 我有可能 是不是退了增值税 退了消费税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 现在重新把它拿回来 第一 把它拿回来以后 进口这个环节 不征收关税 如果你以前出口的时候 收了关税的 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退给你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故没有装运出口 申报退款的 那这种呢 我们可以申请退款 那它的时间节点呢 主要注意两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是 海关应当自受理 退税申请之期 30日内 查实并通知办手续 那纳税务人 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期 三个月内 办理有关的 这个退税手续 这是我们的 第一种叫申请退款 这个呢 是属于业务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退款的 主要就是原状 这一个出去 后来又回来了 或者原来进来了 然后又出去了 满足条件的 这种情况可以退 第二个呢 是属于多征税款的退款 多征税款 就是你交错了 多交了 那这种怎么办呢 如果海关发现多征的 他应当立即通知 纳税人办理退款手续 记住 如果海关主动 那就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估计很难 如果纳税人发现多交了 我们要求是 自缴纳税款之期一年内 可以自书面形式 要求海关退款 多交的税款 并加算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息 然后第二个 注意时间节点 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收到申请30日内 通知纳税人 纳税人三个月内 办理退税手续 你感觉这三个时间 第一个一年 第二个三十天 第三个月 跟第一种情况 申请退款 就是业务变化 申请退款 好像是相同的 确实有点类似 但是你要注意 它的一个区别 就是如果是 多交税款的 这个退款 它要加算银行 同期的活期存款利息 当然大家知道的 这个算不算 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考试有关系 因为活期存款利率 实在是有点低 对吧 但是你考试的时候 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整体来讲 退税 你记住三个时间 第一一年 然后第二三十天 第三三个月 然后接下来 就涉及到 关税的补增和追增的 补增是一种情况 它的要求也是一年 就是进出口 货物方向以后 海关方向 扫增或者漏增税款的 应当是缴纳税款 或者是货物方向 支持起一年内 像纳税和补增 这里呢 有一个很委婉的 一个说法 意思是说什么 这个扫增 漏增 不是咱们 纳税人的责任 而是属于 海关的责任 那这种呢 叫补增 要求是一年内 向纳税人补增 第二个 如果是追增 追增 进出口 货物方向后 是纳税 义无人违反规定 造成扫增 或者漏增税款的 可以在三年内追增 而且还要加收 是不是自拿金 所以这一下 大家看清楚 这个补增和追增 它的这个区别了 两个区别 第一个补增是一年 追增是三年 然后第二个区别就是 补增没有自拿金 而追增 是有自拿金的 然后第三个 追增呢 还有一种情况 是针对海关 监管货物的 那这个呢 跟我们一般的追增 差不多 就是海关 发现监管货物 因纳税义无人违反规定 造成扫增 或者漏增税款的 应当是纳税义无人 因缴纳税款 之期三年内 同样是追增 如果是追增的话 自然就会有一个 万分之五的自拿金 所以大家看 我这里表格当中 给大家列的 第二种追增 第三种追增 算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实 它有区别 有区别 第二种追增 是你进口 本身就应该交税 你没有交 或者是少交了 而且是纳税义无人 违反规定 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常规的追增 而我们这里 针对海关监管货物的 这个追增是什么呢 因为海关监管货物 通常进来的时候 是免税的 如果你一直按照我的用途使用 这不就一直不用缴纳关税 你如果后来没有按照规定使用 你应该主动的去申报 是补相应的关税 但是如果你没有补的话 同样的就是我们这里的 针对海关监管货物的 这个追增了 第五个问题 是关于关税纳税争议 纳税争议呢 就是三个方面 其实准确的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负益 第二个诉讼 我们所有的税收争议 不就是这两条救济措施吗 首先要负益 第二个是诉讼 纳税人提出服役 第二个海关的服役决定 注意时间 纳税争议人 至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 知识请六十日内提出服役 是向原征税海关的上一级海关 书面申请服役 如果逾期申请服役的 海关服役受理 第二个海关服役机关 应当至收到服役申请知识请 六十日内做出服役决定 并以服役决定书的形式 正式答复纳税人 那如果纳税人对海关服役决定不服的 那你要提起诉讼 而这个诉讼呢 要求只收到服役决定书知 十五日内 所以这里的争议 大家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有服役 服役不服 你才能够诉讼 注意三个时间 第一 服役的时间是六十天 第二 答复的时间是六十天 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十五 这是第五一个问题 纳税争议的问题 而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进进物品的进口税 征收管理 就一句话 参照货物进行管理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 特别要给大家说一下 物品我们直接就叫进口税 或者是叫什么行邮税 它是一个打包的一个税收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是我们整个关税这一部分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看2021年的 这个多选题 在征收管理这里考了一下 考了一个多选 关于关税征收管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 纳税人逾期缴纳关税 由海关征收支纳金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能选出来 B 纳税人因不可抗议的原因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 他可以申请是不是延期 但是延期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 C 进口货物放心以后 海关发现少征税款的 那补征应该是多久 一年内也是正确的 那第一 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故没有转运出口 申请退关的 纳税人可以自缴纳税款 这一年内 然后呢申请退还这个关税 这也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选A B C D 因为不能够选五个 所以只选四个 但是我们得来看一看 一 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人 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 缴款输资计 14日内缴纳这一个税款 你发现他就是故意的 把这一个你申报的这个时间 跟纳税的时间 是不是给你混起来 我们申报是要求是14日 然后这个纳税的时间 是不是要求是15日 所以你发现一 这个选项 一 这个选项 他故意的把这两个给你混起来 因为只有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才出现一个 是不是14日 出现一个24小时的概念 就是因为你进出口的话 涉及到一个像海关 是不是申报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题的答案 就应该选A B C D 这四项 好 那我们最后来给大家把关税 来做一个总结 本章小节 按重要性分类重排 那我们重要的不就是教材的456 因那说的计算其实不太重要 是吧 当然你的搞清楚这个原理 特别是那个重价税 你记住 CIF就直接用 如果是FOB 你要加运费 加保险费 如果是CFR 你还要加保险费 真正最重要的是 第五节 关税价格 次重要的是 关税减免税 以及管理 A这个层级 然后最不重要的 就是关税概述 然后中间的 作为中间级吧 同样的 咱们把这个知识点总结一下 我们整个关税呢 一共涉及到六个知识点 第一个要搞清楚 征税对象 纳税人 税率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税率 它的适用 整体的框架 比如我们要分成 进口货物的税率 进进物品的税率 我们要分成出口货物的税率 然后其中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就是进口货物的税率 是不是相对比较麻烦 你要把税率适用的情况 搞清楚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进口货物关税的 这一个完税价格 就是我们的CIF 对不对 特别要搞清楚 哪些应该包含在里面 哪些不应该包含在里面 然后第三个呢 是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特殊货物 进口货物 不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修理 加工 租赁 等等 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然后第四个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你要搞清楚 这个原理 从你的厂一直包括到运到海关 跨越关联之前的这个价格 就是你出口货物的这个完税价格 然后第五一个呢 是关税的减免 特别注意法定 以及那一个克定减免 当然中间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是不是暂免 就是叫暂时通关制度 这个大家要了解 当然法定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那第六个考点 就是关于征收管理的问题 比如涉及到自纳金 保全 涉及到强制措施 包括这个退补追 这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各位亲爱的帅哥美女们 今天的心情不错 也很开心 因为到现在为止 欧老师给大家讲的 睡法一这门课程的基础金讲班 结束了 以下的这个图片 就代表了欧老师目前的心情 但是我的工作 这一部分工作完成以后 你们的工作 还是需要继续的 我们在学习 睡法一这门课程当中 你在复习的时候 欧老师再给你提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重在理解 所以以前很多人听欧老师讲课 说 我就喜欢欧老师讲的啰嗦一点 我就喜欢听欧老师 把一个政策的来龙去脉 给他搞清楚 是的 因为这样讲课 可能会啰嗦一点 时常会多一点 但是能够帮助你理解 我们睡法 它很多确实是规定 所以你必须要记忆 但是必须记忆 不代表你只记忆 因为哪怕它是人为的规定 它主要讲道理上 哪怕你觉得这个道理有点歪 但是它始终也是一个道理上 所以你要去琢磨 就是我们政策制定 它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于是你要去这个理解 然后第三个考试 我经常说这句话 提海战术也许不是最好的战术 但是它一定是对付考试 是最有效的战术 所以十档刷题 我不赞成大家去刷很多很多的题 但是十档刷题是必要的 所以咱们可能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接下来咱们就会见面 因为我们的习题强化班 就要启动了 你不刷题 那欧老师就带你刷题 敬请期待 习题班 你值得拥有 请期待